他儿子也在这里 一会儿要上 11号 主力轮换 打得不错的 好球 中坡对今天的外线 真的是 算是抓到对方的一个相对的不熟的 而且今天也有去考验这种 大石小 外线三分 这个球为什么不给这个中棋呢 因为他只要一掉就能拿到啊 还是中棋比较聪明啊 因为 他在篮下能够逮到这个小个 很不容易的 昨天呢 就有两个 我这两个镜头印象很深刻 尤其是那个尼凯尔 属于新西兰队的后卫为主的球队 他随时都会投篮 这是伊利今天的第一分 强大几凶啊 倒地的回传 这一次 哇 这种球 你看又是 待会咱们看看啊 你15分让人打反击 到底就多少分 在我印象里边 差不多应该是有90分左右 这个球又失误了 还不如初见啊 嗯 这个应该叫个暂停啊 这个 我这时候连着两失误 因为刚才我们 交流不好 对 这个外线防守 现在问题 依然很严重 你看又是这样 他他 他怕抢 又丢了 这都是我第一阶比赛 不过就要说呢 就是说新西兰把握机会的能力啊 也确实 今天这个几次机会了 又来一个犯规 小心点别受伤 是 因为这个球呢 是蹭到地板了 所以李凯尔这左肩的部位啊 有一点疼痛 这个球 这个球 对后面是更有力 现在是怎么的 方硕打一 然后给胡金秋 这球不错啊 哎 这是李凯尔的位置的 呵呵 这个基地给的比较危险啊 你看这个是这样 在NBA啊 快一点 我觉得这种球啊 这个技鬼就凸起来了 你你你比你高啊那个 给富豪面对加击强攻啊 今天加击 因为他要说过来协访你的话 你就走 有了崔永熙 崔永熙现在就是 在强对抗的情况下呀 这个技术怎么能够 保持稳定 他这里从对里头版的套路 都是上半场打替补 第三节打手法 这个属于上半场的招手段 对啊 上半场比赛的上来打手法 看看里面 周鹏也回来 周鹏因为两个犯规加上 背靠背比赛 所以打的时间很短 不到五分钟 上来第一球啊 让李开尔自己持球单杆 这跟昨天很像 对 昨天也是这样 背靠背比赛 所以打的时间很短 不到五分钟 上来第一球啊 让李开尔自己持球单杆 这跟昨天很像 对 昨天也是这样 你得了五分啊 这个上半场两分 今天的第一个三分啊 李开尔再来 又是个人持球 这次沙发篮下 能力是太难的 就是 今天两场都是这样 第三节 第三节上来了 对啊第三节 球就交给你一人玩 要玩每次都能得分 是 就是你一对一呢 是根本防不住李开尔 对 你上来加击呢 就是赔二加一 我估计啊 新西兰对上半场 还在那琢磨呢 说这对面 这个凯尔安德森 也不打地啊 哈哈哈哈 是吧 上半场对李开尔是属于充电 对他可能经常会利用这个去跑跑热 嗯 发出没劲 这个球可能是炖的时间太长了 很不流畅啊 又是控住一个 哎 这边被新西兰啊 十一分 连续的三分命中之后 分差又拉开到十分以上 那么这样中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比起比赛还有五分零四秒 全是三分 嗯 这是新西兰队的特色啊 嗯 但上半场不进才是不正常的 嗯 速度要起来 可惜没传啊 崔永熙已经周期已经过去了 看了就是周期位置啊 对一下呢 在打了 没有先方 怎么推 两分有效啊 二加一啊 因为今天周期你一看体能也不行 整个状态也 明显非常一般状态 这个球是强硬了 这个因为上半场啊 让大秋他们在场打的时间不多 对 所以呢 好打的啊看看你 考验你的这个全队的这个统一性 嗯 李凯尔做掩护 好球 干了 给周期 直接杀篮下 漂亮啊 那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李凯尔的作用在哪里 就是刚才这一下 就是他你让他打一测动一个进攻是一回事 你让他作为一个攻击点去接这个球 嗯 在攻的时候发生第二次传球 是 这个才是李凯尔的特点 就是他是一个侧应传球 好球 哎 周期 周期今天干不丢俩 哎呀 再来一次吧 走不了 我的天哪 哎 哎 这大拉尼的牌匪怎么发的 新西兰队又差点失误 罗本特朗基 周期在凤凰的队友 挡拆来持球 就挑战周期的护框 上篮打击 哎呦 来收官比赛 周期 小薰 鸡庭中头怎么样 军永锡 可惜没见 军永锡倒地 还是将篮板球拿到 赵瑞第一时间也没着急拖三分 吻一双 球能不能给李凯尔 赵瑞跟周期的挡针 威特斯尔出来换了 战争林区底线抄后门 漂亮 有边线来罚球 鲁本特朗基 又是周期队友 看着攻匡抛射打板 没有篮板 周期对下篮板球稳住 李凯尔 关键球了 关键球了 还是叫赵瑞来组织进攻 周期仗手要球 这传球意图太明显 在身后 威特斯尔犯规 擦板吹了 青蓝队每节都犯满 几乎是 周期低 周期 两中一第二发 还是罚禁 还是轮罚 对上周棚一个错位 鲁本特朗基压地中心 突破分球 大锤卡住了对手传球线路 将球破坏出去 特朗基沉在底角 这边李凯尔 升段对手 大锤的臂展 再次发挥了奇笑呀 赵瑞摆脱掉浮图 分球的底角 不着急 别着急 等时间到 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 最终中国队凭借李凯尔神奇了